第451章 葫芦案 贺林川也不矫情 夹着他的虎威一直汪麻子 这人有些蹊跷 暂时不杀 我们要再盘问 官差压了一声 这是县礼定刑 猛虎和巨羊同时顿过来 吓得他赶紧改口 我想县令也莫意见 那么请机位到雅鼠来坐一坐 卑职把犯人解回去 边上想看热闹的镇名都不乐意 但台上有猛虎坐镇 真正是虎视单单全场 他们也不敢造次 只得边散开边抱怨 汪麻子没想到救兵天降 被解下来后 扑通一声就朝贺林川跪下了 官爷救我 我真冤枉啊 焦虑走过他身边 但有一字虚言 你就死定了 贺林川始终打量着天上的乌鸦 此时又走到高台驻边 掏出一袋肉钱问他们 我向各位打听一件事 这袋肉干就算是补偿 乌鸦们怨气很大 莫反应 一袋肉干和一个活人的鲜甜血肉 怎么能比 否则 贺林川打了个响指 羊脚上的苍鹰顿时一声轻力 坐视欲扑 鸭群惊的啊呀大叫 贺林川痛快地呼出一口气 很快就有一头体型巨大的老乌鸦降落下来 落在贺林川面前 你想问什么 半个多月前 你们可曾在这附近陷到一头白尖雕 北方过来的 乌鸦这种生物在哪里都爱凑热闹 是不折不扣的地头鸟 问他们打探消息就对了 老乌鸦 没有 你再仔细想想 这老东西的态度未免太敷衍 白尖雕可是凶情 如果它在这里盘旋 你觉得我们会看走眼吗 老乌鸦斩钉截铁 没有 贺林川未必有些遗憾 不过这时候又有一头乌鸦落下来 对着长者叫了几声 老乌鸦立刻道 但是这附近的山野偶尔有成堆白骨出现 我们族里的小妻 也失踪了 何时 两个多月前吧 他仔细回想 地流将出现后 没过几天 贺林川指了指苍蝇 不是被天敌所情 我们这里 少有猛情 贺林川把肉钱袋子交给他 回头再来找你 当下官拆将汪麻子带回二百部外的雅蜀 贺林川也一路夺去 他牵着炎羊做棋 羊背上又停着一头苍蝇 身边还有猛虎半行 队伍四名成员 只有他一个人类 这摩奇异的组合 回头率很高 更不用说钻丰兽也随同前往 林老爷在本地可以任性而为 无人会有为此 说是雅蜀 但这地方很小 也就是一个小院四间屋 相当于镇级办公厅 牢房就在对门 能关七八人 官差请贺林川上座 奉茶 妖怪们多半不爱喝茶 省了这道工序 贺林川摆了摆手 事关机密 你给一间屋就行 不能有外人 他亲自把汪麻子提了进去 这虎妖守在门口 莫说外人 连官差也不得进入 但是林老爷耿着脖子 非要凑个热闹 考虑到他也是苦主 贺林川还是把他放进来了 但钻丰兽个头太高 进不了门 他低头一撞 窗格子就碎了 于是 他欣欣然把脑袋伸进了窗子 官府都听见这个动静 但莫人出来吱声 把你知道的 都说出来 贺林川提醒汪麻子 生死一现 切莫说谎 汪麻子冲他磕了两个响头 知无不言 原来他跟乡里 几个要好的朋友 一起去五斗镇的 客商那里偷货 对方是头一次 走这条商路的陌生客商 人生地不熟 轻易就被他们得手 十来人连货代码都偷了出来 正往回走 不知怎爹 走到官田里去了 官田里正好有芝麻成熟 夜放宝光 有个香汉没忍住 一伸手抱走了两只 这一抱就出事了 官家药田 都由钻封兽一族 看护 世代成袭 人家可不是山妖野怪 见这十余人偷要哪里能忍 立刻来追 汪麻子等人 慌不择路 余夜能见度又差 居然跑进牛头山去了 然后 他们就看见了 半山腰上的两盏灯笼 汪麻子被同伴撇下之后 并没有原地等死 而是用力滚进了边上的灌木丛里 幸好天色够黑 雨水和泥草也盖住了他的气味 钻封兽们从他身边跳过去 居然没发现他的存在 他们去追他的同伴了 汪麻子在大雨里躺了好半天 动都不敢动 同伴没再回来 钻封兽也没有 后来他鼓足勇气爬起来一看 山谷黑沉沉地 哪有什么灯笼 他脚坏了 走不动路 只能在牛头山待了两天 直到采药人进山 用驴子把他驮了出来 后面的部分 贺林川来路上就听官差说过了 官方药田被盗踩 守田的钻封兽也失踪了 官方查案直接查到汪麻子头上 因为乡汉们偷走的货物 就在药田附近被发现 汪麻子崴脚的牛头山入口 离药田也只有三里左右 事实清晰 罪证确凿 他就被判了死罪 贺林川听到这里 就绝不对 一群香汉而已 能弄死守药田的钻封兽 钻封兽占立了德 脾气又不好 平民看线他们都要绕道走 贺林川全家都魂关场 一听就知道 汪麻子是个倒霉的顶罪羊 也难怪林老爷那么生气 他问汪麻子 再让你去牛头山 你能指认那两盏灯笼的位置吗 能 能 贺林川遂让猛虎前去找官差交涉 在此期间 贺林川检查汪麻子脚上的伤口 发现仅是韧带拉伤 并且过了这些十日 也自愈了六七成 汪麻子苦笑道 贱命就是皮屎 贺爷 求您救我一命 也不知交易怎么和官差交涉的 大概一刻钟后 贺林川就找了一辆马车 载汪麻子前往牛头山 钻封兽依旧跟随 林将军自来熟 打亮炎阳两眼就凑到边上 问贺林川 太子怎么派你这某个小孩子来当特使 气味相投使然 这头羊 没少得罪人吧 贺林川问他 林将军跪更 一百一十九 林将军晃了晃脑袋 明年就要过大寿 林将军绝朔精壮 远胜人类许多 快一百二十岁的人类 得老成什么样子 别说上前线打仗 能自己快走鸡圈都不容易 林将军哈哈大笑 莫拿你们人类跟我比 贺林川献他河下的胡须都编成了辫子 还用金丝缠好 左耳上也打了两个金环 显然林将军注重仪容仪表 也过得相当精致 众所周知 杨没有手 不能自己编辫子 那只能是林将军家里养着 仆人或者侍女 替他打理这些 贺林川早听说 贝家的大妖们 有自己的十一领地 仆从和手下 在地方上享有很高的特权 有时甚至有豁免权 不过大妖数量不多 他今天总算陷到一个 焦玉已经告诉他 这位还是赤烟国的飞田先锋将军 直显很高 可不是什么杂号将军 他的嫡系飞田军 基本都是钻锋兽组成 数量虽然不多 然而是一支特殊队伍 也难怪林将军 根本不把当地官府放在眼里 不过 按理说林将军应该在赶赴东边前线的路上了 而不是还在自己的故乡瞎晃悠 方才焦玉又一次问起的时候 林将军就不耐烦了 说手下军队已经上路 自己很快也会赶过去 太子自己不到四十岁 也是个小鬼 居然派了年纪更小的来办案 简直胡来 林将军当住贺林川的面道 你干过什么好事 让他另眼相待 没失魔 贺林川淡淡道 助他干掉了福山计而已 福山月看起来虎鸡鸡地 原来都快四十岁了 林将军的眼睛一下就瞪圆了 师生道 什么 他虽在故乡疗养 但二王子深顾这摩重大的消息 当然是瞒不过他 听见贺林川的话 他第一反应是不幸 但回头看现焦玉耳朵都不动一下 显然这事情是真的 你是怎么办到的 贺林川方才已经在焦玉那里打探过了 林将军在王庭的立场中立 还偏向长公子一点 所以才放心公布自己的战绩 多数妖怪秉性直率 跟他们太委婉 是媚眼抛给瞎子看 没失魔必要 只有实力出众 他们才会把你放在眼里 否则这 林将军看着就是个天生刺头 怎么会好好配合他 贺林川不打反问 你那几个失踪的后辈 修为怎么样 不弱 林将军沉声道 他们也是飞田军的中间力量 跟我辗转好几个战场了 按理说 不该无声无息失踪 他顿了一顿 接下去道 少了他们 飞田军只剩七十多元 战力减损严重 贺林川点头 难怪他上火 很快 他们就经过了钻风兽守护的官方药田 这是藏在山腹当中的大片田野 土壤肥沃胜过一般农田 现在种了十几种药物 有些用青布蒙上 看不清里面的种类 还有不少人类在田间劳作 钻风兽只是承包和看位 打理药田这模精细的活迹 还得人手来干 这药田的位置很显眼 你们怎么会走错 第四百五十二章 消失的灯光 汪麻子始终也想不明白 这块地儿 我熟得很 没走过五十次 也有三十次了 就不知那天晚上怎么回事 鬼使神差会跑到这里来 他指着东边道 五斗镇在那里 我要回双一镇 本来怎么也不可能走到药田 五斗镇和双一镇距离不远 绕到药田 反而是加成一倍以上 就算是雨天 这乡汉走在熟悉的路上回家 竟会偏差那么大 很快 众人就来到牛头山 那个晚上 你就从这里进山 贺林川站在入口就明白 汪麻子为什么会受伤 这种山谷也被称作滚蛋谷 到处都是圆滚滚的石卵 或大或小 人走上去 一不小心就滑了 是啊 我就滑倒在这里 马车末法子进山 汪麻子骑在炎阳上 给他比划 钻风寿来时 我就滚进那边的灌木丛里 灯笼位置在哪 前 前面 炎阳朝着汪麻子的指示前进 在乱石之间越蹦越高 途中贺林川在岩石缝里 发现了一小片被扯破的布条 也不晓得是谁曾经不小心卡在这里 而猛虎在树枝上找到几缕毛发 很明显不是人类的 林江君凑过来秀了秀 伤心道 是我家的孩子们 他们的却是往上走了 最后 炎阳停在半山腰的位置 汪麻子道 大概是这里了 贺林川跟上来一看 皱眉 炎阳停住的位置 只是一个小小山窝 最多只能站进四 五人 并且还是露天的 猛虎再跳上来 就有点拥挤了 都不好转身 至于林江君 他突然展示了一个奇特的技能 他深吸一口气 身体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直到与普通山羊等大 他才轻轻一跃 跳进了山窝里 钻风兽 还有这一手本事 贺林川无语 那他先前在观鼠为什么不使出来 偏偏要打烂人家窗户 应该没有 这上不住天 下不住地 灯光应该就打在半山腰 贺林川抬头往上看 正上方的岩壁非常平滑 不像人类能立足的模样 可你的同伴有十三人 追过来的钻风兽也有七八头 这磨小的地方怎可能容得下 汪麻子苦笑 官差也是这样说的 可我真没撒谎啊赫眼 我当真就看见这里有光 这山谷不深 官差也是找过了 里头什么痕迹都没有 猛虎忽然凑近岩壁秀了秀 有点腥 贺林川伸手抠了抠岩壁 拨开草叶 看见突出的岩壁上有点反光 有些年夜干涸的痕迹 汪麻子也看了一眼 可能是鼻涕虫爬过 山林里的软体小动物多得要命 这种东西所过之处 都会留下年夜痕迹 除此之外 这里前前静静 什么也没有 颜阳灰灰叫了两声 有些不安 贺林川安抚他道 我知道 我记得 他刚进赤烟国境不久 夜里就有人来偷岩阳 还想把桃子推落悬崖 两个偷羊贼一死一逃 逃走的那个桃牙后就消失了 但牙底就留下了这样的年夜痕迹 看来当时候在牙下的东西 十几天前也出现在这里 并且带走了十几名香汉与七八头钻丰兽 好险 若非桃子凑巧打乱了偷羊贼的计划 他的颜阳也会这般失踪 好 好 这是公事变成了私院 原来对方早就气到他头上来了 我会查个水落石出 公事和私账要一起算 林将军好奇 怎么成了你的私院 我刚进赤烟国境 颜阳就险些被偷 看来与这里的凶手还有关联 林将军上下看他一眼 恍然 我说总觉得哪里不对 你是哪里人 我来自福国 那某个小地方 林将军不明白 常公子为何不用赤烟人 这老东西提问真是不管场合 贺凌川瞥他一眼 大概是信不过 林将军顿时没话说了 接下来贺凌川查得更仔细 这里没有血解 没有残肢断壁 甚至没有任何挣扎打斗过的痕迹 贺凌川觉得 官差把汪麻子定位犯人 倒也不算太出格 多数案件中 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嫌疑最大 猛虎焦狱忽然道 找山泽来问一问 不就清楚了 贺凌川打了个响指 有道理 你招吧 于是猛虎用力挠了挠地面 面向东南 长啸三声 虎啸山林 贺凌川就觉自己脚下的尖炎都在速速震动 山林立刻安静 风不吹 树不摇 鸟不叫 连石缝里的小虫都收生了 贺凌川发现 焦玉像上的铜牌又在发光 助他将虎啸传的比平时更广更远 他是官身 动用原力或可召唤山泽 于是大家静候 半炷香过去了 一刻钟过去了 贺凌川站起来拍掉掌中草县 看来山泽不打算来了 上级质询而不质 这山泽是想受惩戒吗 苍鹰在一边开口 焦玉这魔大嗓门 山泽没可能听不见 这里的山泽是什么妖怪 是一头大地塔 林将军回答 包括牛头山 官方要填在内 白寝山林都是他的地盘 贺凌川奇道 那玩意儿不是动作贼慢吗 还能当山泽 您说的是树塔 苍鹰纠正塔 地塔块头比熊还大 利爪有二尺长 动作虽然慢些 可一身硬皮刀枪不入 我听说这里的山泽 已有三百年道行 湘明都给他立词 汪马子听到这里 弱弱问道 宁机卫说的 可是武双山泽 武 武斗镇和双翼镇的合称吗 这些人取名也太偷懒了 山泽就莫意见 大概是吧 有什么问题 我听玉友说 山泽祠供奉的牌子 前些日子断了 武双山泽死了 贺凌川一正 他对这事有发言权 昔日仙灵湖的老龟妖 被恶神咬死时 水灵祠的祠牌也断了 这帮偷洋贼 很嚣张魔 连山泽都敢杀 叫偷洋贼 已经不合适了 焦虑恍然 难怪召唤不来 镇上知道这件事魔 汪马子 挠挠后脑勺 我不懂 林将军粗声道 我也没听说 官府这帮蠢货 真是不干人事 尸位速参 什么有用消息 都搞不到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赫灵川望着山谷 二十几个大块头的活物 怎么会说没就没 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这几天 他也翻看福山记 留下来的案件资料 老实说 资料不多 以他在盘龙城 练出来的钻研精神 不用半个时辰就看完了 福山记能动用的人力 远非他所及 所以命北边各郡县 做了些统计 信差失踪案 并没有直接线索 但这魔一统计 下来才发现 赤烟各地都出现了 零零星星的失踪案 独山县 失踪两人和三头妖怪 百山园 失踪一妖 库里 失踪一女童 疑似失踪三妖 鼠童一窝扶妖 位列举的 还有十四五个地方 但有些失踪人员边上 又标注了 蟹斗 或者 已找到 显然是后面添上去的 这样算下来 失踪的人类 至少有十人 失踪的妖怪 也有二十三四头以上 但因为分散在赤烟各地 而显得不怎么起眼 倍加的律法 对于妖族和人类之间的争斗 处罚较严 而妖族内部的互斗 始终是屡禁不止 天性使然 无法强异 资料边上 福山计划红圈 做了批注 妖怪失踪 不一定有人类失踪 这话好像没头没尾 但细看各地统计 得确是有妖怪失踪的地方 不一定有人类失踪 也即是说 失踪的妖怪 数量比人类多 福山计位 什么要各地统计这个呢 赫灵川原本不太明白 但是到这里听说 汪麻子的遭遇 又闻五双山则折牌 哪里还能不懂 包括林须城的信差在内 赤烟境内 这些失踪的个体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联 可惜福山计在找出答案之前 就被胸肠杀死了 汪麻子也附和道 是啊是啊 全是说没就没了 也不知怎么会这样 全是 赫灵川目光微宁 还有别的失踪按摩 汪麻子咽了下口水 大人 你真能救我活命魔 你给出的真实消息越多 我逮住真凶的几率越大 汪麻子又给他跪下道 您是太子府派来的 求您直接免我一死 我给您做牛做马都行 虎妖虽凶猛 苍蝇虽神俊 但毫无疑问 赫灵川才是主事人 灵将军一提子 将他踢了个仰天朝上 多 你当老子不在这里吗 但他下脚 其实有分寸 汪麻子 只是敲疼了脑壳 否则以他力道 随便就能将他踢死 赫灵川不畏所动 那就要看你表现 汪麻子脚尽脑汁 有一件事 我也不知道 算不算做失踪案 确助实怪异得很 赫灵川注意到 汪麻子的神情明显迟疑一下 说来听听 一年多前 我听说离这里 三十里外的枝田香 出了件怪事 汪麻子试了试唇 我们这里的人很少理想 若非我平时往来的朋友多 恐怕没人听说过这个 第四百五十三章 命案的关键词 这撕缓过来了 开始强调自己的重要性 赫灵川不点破 只是皱眉 但林将军就直接地躲 一年多 一年多的旧闻 跟现在能有什么关联 这时间献扯太远了吧 您听 您机位听听看 汪麻子也不敢再卖棺子 枝田香东边 有一窝豪猪腰 大概是百多只 他们的土地在玉伦山脚下 面积很大 这群妖怪 登当地人关系不好 经常闹事 证明不喜欢他们 但平时也拿他们莫办法 这窝妖怪 已经在玉伦山下住了百多年 资历比别人要老得多 墨汁田香之前就有他们了 然后 贺灵川知道 贝加国虽然号称妖 人混居 但其实多数妖怪 还是习惯以族群化地而居 与人界线分明 这就是天生的族性隔阂 比如身边这头老羊 就是带着族人 窝在县城边上的领地里 吃香喝辣 而不愿住在城里 去年冬天 玉伦山突然山崩 好像把他们的巢穴给埋了 汪麻子道 可那时候 末人进山 也就没人知道 等到来年雪化 枝田香人进山 才发现山崩了 这群妖怪的巢穴 也被毁掉了 贺凌川不由得皱眉 这算什么失踪案 不就是一桩普普通通的人间惨剧 我有个同伴 就是枝田香人 受故去清理他方式发现 巢穴里的豪猪尸体 全堆在一起 就好像 他们是抱团死掉的 并且只剩下骨头 汪麻子道 那魔大一窝 有上百只呢 不久以后 镇上有人 被豪猪妖袭击 一死一伤 官府被惊动 派人下来了 找了岳鱼 也莫发现他们的踪影 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 贺凌川听完急道 这件旧文与牛头山发生的事 好像没石磨关联 汪麻子脸色一垮 就算他们是被砸死的 大人 您知道 豪猪从来不爱挤在一起磨 尤其是上百头这么多 他知道自己出力越多 活命的希望越大 反过来 就是死路一条 生灵面灵觉近时的反应 旁人通常难以想象 贺凌川转了个方向 你说 是在回去双一阵的路上 遇到鬼打墙 莫名其妙走到关天去 是 是的 贺凌川点了点头 那么 你们是被人算计了 鬼打墙 也就是俗称的迷魂阵 基础功能 就是让人晕头转向 胡乱绕路 阵法嘛 都要事先布置 有人提前在他们回家路上 布下迷魂阵 诱导这些乡汉 走去关天 招惹钻封兽 谁给你们制定这个偷货计划 我堂哥汪灵 汪麻子道 他跟我们说 五斗震来了一群棱头鹅 人生地不熟 货还很好 只要结成了 这次就分给我二 二两银子 他又解释道 棱头鹅就是指 布置我们这里行情的外地客 汪灵已经死了 汪麻子点头 脸上没有悲伤 只有愤痕 活该 当天晚上我崴了脚 他也没留下来帮我 他的消息又从那来 我不确定 但可能是在赌方里 汪麻子道 他有钱就往那里跑 贺灵川想了想 那么 你们偷到的对象呢 那火棱头鹅 你还记得多少资料 呃 汪麻子早把这事情 在脑子里附盘无数遍了 是只小型商队 只有三十多人 十辆货车 我们偷了两辆 里面装住的都是嚼烟 还有十几只竹筒里色的是萧石 汪灵不小心碰开了一桶 整个车厢都结冰了 贺灵川揉了揉太阳穴 私运嚼烟和萧石的客商 你们哪来的胆子敢去碰 嚼烟是超高利润商品 贝加国址允许官方专营 民间走私买是重罪 至于萧石 那更是重要军资 制作火药的基本原料之一 怎么会允许民伤私运 偶尔 也是有人运的 汪麻子降嘴 我们都见过 以前也 也 也偷过 汪麻子缩了缩脑袋 又看了看边上的焦裕和林将军 见他们都默表态 就来了个默认 是啊 沙头的买卖 有人干 小地方更是也得很 嚼烟和消失体积都小 大家偷到手以后分一分 每人只拿一点出去卖 很快就能销赃完毕 他们是本地混子 有自己的门路 你们钱的不也是杀头的买卖 贺林川似笑非笑看着他 关于这些客商 你还记得什么 越详细越好 领头的大概是四十出头 不矮不胖 胡子羞得整齐 无名纸上戴个翠玉斑纸 脖子这个位置 他指着自己脖梗给贺林川看 有颗肉色的屋子 你们踩点的时候 有没有听他们说过自己的目的地在哪 汪麻子想了好久 没 没有吧 行了 回去吧 贺林川盘问汪麻子期间 苍鹰和林将军带来的钻风兽 都去搜索山谷了 但最后无功而返 凶手收拾善后的本事一流 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也找不到有用的线索 回到客栈之后 贺林川重新拿出副山计的资料 想看看自己有没有疏漏 赤燕国这魔大 想找一头失踪的飞情 不斥于大海捞针 贺林川出发前 历青哥曾跟他分享新得到的情报 一个月前 贝加在东边前线上吃了一次饼 据说是因为贝加指挥的两支军队没有及时卸掉 才出现重大战术失误 被对手抓住了可乘之机 是的 其中一支队伍就是赤燕国的军队 联想帝军的愤怒 贺林川不难猜到 或许就因白肩雕失踪 才导致协同作战的情报 莫能及时传到赤燕国 从而造成了战场上的巨大损失 这样的事情 林徐成当然不会容忍 他很好奇情报的来源 但历青哥显然不会透露 在各地汇总上来的资料上 福山记也用红笔写了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词 雨夜 他倒是很细心 找出各地失踪案的共同点 即都发生在雨夜里 贺林川回想 炎阳险些被偷那天 得确也是夜雨绵绵 过了丑时才停雨 这些人只在雨夜出洞 为食魔 福山记总结出的第二个关键词 是 香眼 这些失踪案都发生在郊区和山林当中 远离是井人烟 人类有群居的习惯 而许多妖怪喜欢独行 远离人类聚落 这些凶手如果专挑交也下手 纳摩的却是被害的妖怪 比人类更多 由此也可以看出凶手的谨慎 纳摩第三个关键词 就是 多地同时 对比各案发生的时空 有些案子发生的时间很近 只隔各一 两天 但案发地点却很远 相隔百多里 凶手在十几个时辰内 远赴百里外再度作案 这图个啥 亲历过偷羊事件后 贺林川更倾向于这些人 很可能是分头 分组行动 也急是说 这很可能 还是跨地区的团伙作案 福山记的推断 也就这魔多了 或许是他末 找到新的线索 或许是福山月这个时候 给他的当头一刀 一鹤林川的看法 福山记这样自上而下的查案方式 注定不会有什么收获 官家办事是什么效率 老牛拖破车都比他快 更不提各种疏漏 若只用官家的人手 官家的资料 那破案之日遥不可期 不要说动机了 对方作案的地点 选择的目标 出手的时机 如果摸不到其中规律 也就抓不到这伙人 他们的行动 实在是很隐秘 若非这次把林须成信差 也牵扯进来 恐怕还没人会注意到 这些零散各地的失踪案 别说妖国了 就是冤国各地 偶尔失踪各把乡民 那都稀松平常 不值一提 这年头 导致活人和妖怪失踪的原因 简直不要太多 那他要不要去汪马子等人 被下套的五斗阵 看一下究竟 贺林川还在苦思 窗户上却传来波浊之声 他起身开窗 看到外头站着十几只乌鸦 有事 最大的一头乌鸦 探头进来看了看 确定苍鹰不在里面 这才大胆 跳进来走了两步 你还在研究牛头山的怪事吗 贺林川点头 你有新线索 那就要看你开出什么报酬了 乌鸦大咧咧道 莫报酬就没有线索 他从三星园 就开始跟这种生物打交道了 知道它们是典型的强盗性格 欺软怕硬 你开个价我看看 每个月三百斤牛羊肉 一百颗保龄丹 乌鸦想好了才来的 还有 我们要双一阵南边那片树林子 作为栖息地 除了鸭群外 不许其他禽鸟筑巢 贺林川挑了挑眉 我可是太子特使 你们见我 如见他清零 这都敢狮子大开口 太子何等富有 拔根毛都比我们大腿粗 乌鸦冷笑 每月几百斤肉 一百丹药根本不在话下 那倒也是 话音刚落 贺林川搓唇吹了忌口哨 再伸手一扶 一道气静扫过 关上了窗子 这就把乌鸦首领 跟十几头手下隔开来 大乌鸦见识不妙 也不攻击贺林川 只是一头撞向窗纸 打算夺窗而逃 贺林川预判精准 在他正前方 撒出一面网子 倒好像乌鸦是自投罗网 第四百五十四章 密林中的线索 他也试了得 这重情框下 居然还能倒着飞 贺林川烦了 搜搜打出三枚飞刀 乌鸦首领灵桥闪避 躲过其中两刀 却被第三刀扎中翅膀 躲 一声钉在墙上 窗外压身鼓噪 那十几头乌鸦 都想破窗进来 解救首领 不过一个脚尖身影 从外头翻墙进来 刷一下斩翅 刚找直取鸭裙 天敌来了 乌鸦们惊骇 四下逃散 贺林川重新开窗 苍鹰一个收持翻身 轻轻瞧瞧从窗底钻入 他就立在柜架上 离乌鸦首领 只有一尺远 刚会一身 就能凿穿他的脑袋 并且 他看起来 也很愿意这魔干 贺林川 不管外头的鸭裙 怎样吵闹 只对乌鸦首领道 现在 你再开个架我看看 不用了 不用了 乌鸦首领再不甘心 看见鹰慧在边上 也心惊胆战 我告诉你便是 他呱呱叫了两声 外头的鸭裙 就安静下来 纷纷落树 不再躁动 贺林川收拾这群乌鸦 前后也就用了十几系不道 非常利索 大约是五 六天前 我的孩子们 在山林发现许多遗骸 有人类的 也有兽类的 乌鸦首领道 或者说 可能是妖怪的 你知道的 单独发现人类 或者妖怪的遗骸 都不奇怪 他们混在一起才古怪 他继续道 里面有鸡头钻丰兽 在什么地方 三十二里外的枝田香 乌鸦首领侧了侧头 原本都给埋了 但好像被野狗重新刨了出来 因为附近的泥土 有狗爪印 能带露魔 可以 贺灵川拔出飞刀 又问他 你们既然有这线索 魏石魔不上报官府 反而坐看汪麻子等死 快到嘴的肉 谁会往外推 乌鸦首领拍拍翅膀 感觉还能飞 再说官府 呵呵 他冷笑一声 半年前 小七也失踪了 我们去报官 可县府到现在 也没给个回应 他们也只帮人类做事 从来不管我们死活 贝家国的县城 有一种特殊的官职 称作县府 专门受理妖怪事务 其中也包括了投诉 空道等等 县府本身 由妖怪担任 才能将心比心 你这里也有同伴 半年前失踪 贺灵川目光微动 成妖了 已经成妖 乌鸦老大如实回答 他是拖了去年底 那阵地刘江的福 帝刘江反而成催命福 贺灵川恩了一声 这些家伙专抓妖怪 一日不除 你们就都在危险当中 这里可是妖之国度 居然有人胆大包天 敢在这里抓捕妖怪 一旦暴露 那是九死难熟 专抓妖怪 乌鸦首领拍拍翅膀 你不要 框我 他们不也吃了人 这家伙 还真不好骗 贺灵川也不跟他争辩 切换了话题 给我带路 另外当好我的眼线 作为报酬 你们每月颗领 一百斤新鲜的牛羊肉 三十颗保龄丹 持续供应一年 这话若 放在动手之前 乌鸦首领 只会嘲笑他 痴心妄想 不过现在磨 他倒觉得 这条件 好像还挺不错的 冬天食物稀少时 也有鲜牛羊肉吃 不用去巴学找神 不用浊胃熟的浆果 不用到处找洞江的尸体 也算很幸福了 一言未定 他把飞刀打下来 那根羽毛 交给贺灵川 作为承诺的信物 从三星园事件以后 贺灵川对乌鸦 就没有好印象 这真是贪婪 又势力的机会主义者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 乌鸦的耳目 无处不在 甚至他听说 林须成 就有一支天涯军团 专门刺探情报 有了这群带路贼 贺灵川 即刻启程 前往支田香 支田香 在双一镇西北三十里 贺灵川一路行来 发现路边的庄稼地 越来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 各类作物 以及 草药 唉 他指着路边的田地道 那是灵芝 灵芝不都长在树根下 魏石魔在这里 跟麦子似的 藏在田笼上 这里可是支田香 猛虎骄狱 也坐在车里 边看风景边给贺灵川解说 他们用采好的木材来种植灵芝 是的 支田香 以种植灵草 闻名赤烟中北部 这从它的名字 就可见一般 本香地气 特别适合灵药生长 整个赤烟的常规草药 有三成出自这里 焦玉巴的伸了个懒腰 车厢内部狭小 还不够它伸展手足的 贺灵川干脆 植在它身上 把它当作虎皮靠椅 哎呀 舒服 还是自家热带震动的 尤其某些热泉周边 种出来的药材 在赤烟国内 都是独一份 供应赤烟国三成药材 那是很高的是场份额了 说话间 马车经过一片大棚 至少贺灵川看着像大棚 即使用竹木喂驾 负一步麻 在图上游回来保温 冤国没有这种技术 贝家的新鲜东西就是多 这是什么 它不齿下吻 蓬污 焦玉作答 里面放上制食 给药材保暖用的 所谓制食 就是能自行发热的岩石 堆在屋角浇机瓢水 保证热得像桑拿房 贺灵川笑道 现在可是盛夏 再加温保暖 不怕药草脱水 像火云珠 龙燕就这样的灵草 原本生活在火山口 要移栽到平地上 就需要保暖加温 没有五十度以上的恒温 都重不活 但你说得对 这种棚屋 也用来给药材脱水 质干 贺灵川笑道 焦大人竟能如数家珍 焦玉毫不讳言 我在林县荡过几年差 这儿十里八乡 我都很熟 他官至左中郎江 升职之前 在这里历练过一段时间 贺灵川料然 福山月纳斯 真是给他 派了个好帮手过来 不仅武力之强大 对着地头上的人情事物 也熟人 方便他通连地方 果然 能当上储君的 就没一个好鸟 不是 没一个是真蟒汉 苍鹰停在车顶 乌鸦畏惧他 只能尾身马背上 给车夫指路 贺灵川没料到 林将军居然又跟过来 但这回只带了几个护卫 不是说大佬都喜欢坐镇后方 派小弟出去打探消息吗 这位怎么反其道横之 不过看林将军身上 伤疤无数 显然冲锋陷阵时 他也喜欢一阳荡仙 大概是丙姓使然 马车很快离开主路 驶向山野 知田香多山 有丘陵有险峰 有裂谷有石陵 活脱脱一步地质大百克 马车就在重山峻岭中都来绕去 有时乌鸦还得飞上天转两圈 才能确定位置 半个时辰后 前面陌路了 马车走不动 贺灵川改旗沿阳前进 猛虎和钻峰兽在侧 这速度比乘马车快多了 但也走了一个多时辰 才抵达乌鸦所说的抛尸点 这是一片位于山脚下的密林 阳光根本照不进来 地面厚厚一层枯枝败叶 踩下去能陷到脚踝 带上来的都是烂树叶和腐质黑土 浓浓的霉味和湿气搅在一起 混成的怪味不太好闻 大乌鸦飞到一根粗壮的树枝上 拍拍翅膀 到了 就是这里 这里已经是山鹰面 岩石长满青苔 无论何时伸手去摸 都是湿漉漉地 贺灵川就看到树根底下一个大坑 里面横七树八都是湿海 乌鸦说的没错 这里原本是被人喂掩埋的 但被野狗刨开 到处都是浮土 到处都是野狗的脚印 他探头往下看 大坑好像只被刨开一半 仍有不少尸骨 未现天日 这里 已经是文银天堂 他们一凑近 就 阴阴嗡嗡炸开了 当然没有蚊虫 愿意靠近贺灵川 他身上配着朱绣儿赠的驱虫颈囊 不过这里地气阴潮 尸体腐化很快 气味特别难闻 若非瘦过乡团子 魔巢和各种瘦窝的洗礼 贺灵川宝不济 现在就被熏土 不过猛虎 苍蝇和乌鸦都不在意尸臭 焦狱甚至下坑继续刨土 直到刨出两三具完整的动物骨骸 才停手 林将军看了两眼 悲伤道 得确是我的孩子们 人类的尸骨 没时磨好便认的 而林将军 一眼看出了钻丰兽的尸骸 这几个小子很早就在我手下做事了 想不到他们最后不是死在战场上 而是不明不白的 埋谷荒野 贺灵川也下坑查看 甚至出手摸摸捡捡 虽然有野狗啃尸的痕迹 但这些尸首看起来好像 啊 苍鹰停在边上 被消化过 贺灵川打来的响指 正是 虽然被泥土掩盖了很多天 但遗骸表面还有些黏糊 血肉都不陷了 只有骨头和皮毛 头发留下 但都挤皱成团 野狗啃尸残骸 都做不到那抹干净 何况这里 还有积聚深埋土下 没遭狗啃的尸骸 也是同样近况 苍鹰之所以能精准描述 是因为猛禽消化过后 排泄出来的残渣 也大体是这样子 林将军气得一侧头 大脚把小树拦腰斩断 待我找到凶手 一定将他践踏成泥 所以 我们的目标是一头妖怪 胃口齐大 一次能吃尽十几个人 七八头结 然后 他还特地走了三四十里找茅厕 贺灵川问苍鹰 猛禽当中 有这种大卫王吗 第四百五十五章 痴情 这样优秀的移动能力 好像只有飞航家能做到 苍鹰立刻否认 有 但不会做出这重视 哦 贺灵川来了兴趣 你说的是哪一位妖王吗 山羽国的国君 是一头赤官巨鹰 曾有吃下一整头大象的记录 但也不是胡人吞掉 另外 主持东宫的绵兵国师乃是雪鸾 听说可以画出巨大身形 苍鹰道 除此之外 想不出第三位了 这两位虽有能力 但身份地位摆在那里 不太可能跑到吃烟国来作案 苍鹰接着又道 灵气稀薄 羽族很难再出巨人 妖兽体型越大 就需要越浓郁的灵气支撑 当今条件不足 已经不是上谷和中谷前期那样的巨妖时代了 就算是山羽国君和眠兵国师 也是仰仗着强大的原力滋润 才能维持这样的体型 纳魔就是陆行的妖怪 焦玉帮助参谋 未必只有一头 说的是 鹤灵川陈吟 他们在牛头山作案 魏石魔特地跑来这里卸货 深山老林献尸骸 不易被察觉 焦玉达到 再说 这已道白实现地界 就算尸还被发现 县里没有失踪人口 多半也不会上心去查 外地人 过路妖 死在荒野无人管 不读事备佳 放眼哪个国家莫不如是 除了地方官不想管 客观上也不好追查 周县之间消息闭塞 乃那么容易互相联动查案 凶手很清楚这一点 才钻空子 越线抛尸 只是这样 鹤灵川也赞同他的道理 但这里还有一点 但这里距离县界已经很远 到处都是深山老林 魏石魔偏偏深入这里抛尸 依你之见 鹤灵川站起身来 环顾四周 这里终日不见天 地气潮湿 岩石都能滴水 大概是凶手喜欢的环境 莫忘了他前几次出没 也都在雨夜 这东西虽然四处作案 但平时总该有个栖息地吧 你是说 他的老巢在附近 否则怎么排泄到这里来 鹤灵川道 你若住在县东 会跑到县西去蹲坑吗 没那爱好 焦玉仰头四骨 尸寿中还混有一股淡淡的兴气 可惜偷羊贼来偷炎羊那天 你不在 鹤灵川跳上地面 取水囊洗手 还特地用香椅子搓了好几遍 否则湿臭萦绕不去 对了 你和福山 月谁的嗅觉更灵光 焦玉一正 想了想到 那应该还是少主胜出 鹤灵川就从储物界中 取出那根富有粘液的树枝 你闻闻 是不是这个味儿 猛虎凑上来一顿细秀 鼻子都快贴上树枝 鹤灵川信了他的话 从这姿势就可以看出 拔的嗅觉更灵敏 最后猛虎拍板了 对 就是他 鹤灵川深吸一口气 好魔 原来这凶手 才是真正的偷羊贼 果然宫市寺院 可以一起了结 福山越野莫尾托错人 他稍一思索就到 来都来了 我想去看看豪猪哦 玉伦山 他省汪麻子时 焦玉也在场 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在枝田香的另一侧 天暗了 要不要到香里借宿一晚 要 到目前未知 搜集的资料已经不少 但鹤灵川很清楚 调查去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突破口 对方形式隐蔽 虽然留下蛛丝马迹 却不足以追踪 这个妖怪 为是磨在吃烟镜内 到处吃人吃妖 单纯为了果腹 单单枝田香一个香的收入 就占整个白石县的三分之二 因此 白石县的县衙 直接设在了枝田香的有田镇 方便处理各种事物 鹤灵川进镇时 已经暮色沉沉 有田镇的街巷 明显比双夷镇要规整 行到树下挂着路灯 方便行人夜走 家家户户都亮灯 鹤灵川在街上 总能闻到饭菜的香气 听见项羽人声 这里的大宅不少 有些占地面极可观 外墙平整 瓦当精致 显然里面住着富贵人家 焦虎也给他介绍到 镇名基本都种草药 其中有鸡家做草药生意的大户 发了财就买地修宅 一个镇子的生态很简单 有人种 有人收 有人往外运 财货就是这样流通起来 鹤灵川却问了一句话 妖怪们住哪 多数鸡居在镇边的山林里 焦虑达到 如果是跟人类一起协作重要的妖怪 也会入住这些宅院 镇上有积家客栈 现在贺灵川的差旅费可以报销 当然 挑最大最贵的住 客房的装饰也很有特色 是单门独户的小院 天津里面一节老树装 藏满了紫枝和白铃菇 乌鸦哪敢跟苍蝇抢树装 只得停到院子的树上去 办好入住手续 贺灵川就对焦虑道 还要麻烦焦大人走一趟县衙 把我们处理的案子报于官府知晓 焦虑点头 你说得对 这些案子棘手 地方官的配合必不可少 他离开了半个时辰 等焦虑再现身时 却带回一个邀请 白石县令宴请特使及林将军 请他们务必赏光 贺灵川立刻摸摸肚子站起来 一口答应 好 刚巧没吃晚饭 天黑很久了 他都没叫饭 焦虑怀疑他就等着这一顿 宴席设在镇上最好的酒楼西红楼 白石县令带着七八人 站在酒楼门口等着 见贺灵川等人到来 立刻上前迎会 这位必定就是太子特使了 林将军好 焦大人好 吴大人好 吴大人 指的是苍蝇 迎来送往这事 贺灵川也麻利得很 两边见面像多年老友 一顿寒暄 然后上楼入座 白石县令给贺灵川敬了杯酒 才介绍身边那鸡人道 这鸡位是枝田香的香咸 听说特使和林将军力临 都想来见一面 他提起特使时 也要带上林将军 显出对这头老羊的尊重 林将军恩了一声 低头喝酒 也不大理会别人 人类用的杯子太小 他指定要用海碗 一低头就能抿掉半碗酒 县令好像对他的态度 县怪不怪 只给贺灵川 一个一个介绍过去 这些人也一个一个举杯 所谓香咸 其实就是枝田香的香贵大户 不消说 这顿痴请 一定是他们掏腰包 他们就代表了 枝田香的最高财力水准 贺灵川一看 全是人类 一番公愁交错 菜肴也流水加端上 这里的酒楼 也有枝田香特色 以药善闻名 什么血腾炖老线 杜仲炒羊腰 什么手无爆肝片 还有香榨的餐 贺灵川都怀疑正常人 把这一桌要善吃下来 是要留笔血的 好在席上用酒 反而是香甜的米酒 而非要酒 温醇宽厚 顺喉压造 先前焦狱 已经把案件过程术语白实现另听 后者这时 就对贺灵川道 秉特使 下官已经命人 将钻丰兽案登记入册 再对比过往卷宗 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 众香贵都道 没想到枝田香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妖怪 真是胆大包天 狂妄啊 贺灵川问众人 枝田香没有报过失踪案 众人摇头 近几年并没有 平时也没有什么异常 众人面面相觑 又是摇头 田间郊野的农作都很正常 没有什么问题呢 贺灵川遂对白石县令道 明天我想去玉伦山下的豪猪窝 看一看 豪猪窝 白石县令大旗 那里很久默人去了 难不成这事跟信差失踪案 有什么关联 若没关联 我也不会在这里 贺灵川一句话 就让县令心里发麻 听说去年整窝豪猪死在地穴里 堪称离奇 林将军一开口 就不客气 这事儿就没有吸茶吗 那时大雪封山 湘明发现 他们已经是来年春天的事了 妖巢被上方巨石砸坏 这应该就是死因 白石县令道 这些都记录在案 特使可查 什么叫应该救世 林将军不愿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当时没派武作过去吗 派了派了 我派县令最好的武作去了 白石县令可不想担这责任 但毕竟隔了一个冬春 尸骨都已经朽烂 石是咽不出别的来 他说到这里 才哀了一声 一窝豪猪 怎么会跟林须成扯上关系呢 贺灵川不打反问 听说这些豪猪在乡里人员很差 嗯 是不太好 一名香柜发言 芝田香两条水源都先经过他们领地 然后才流到我们的田里 这些豪猪经常找理由给我们断水 动过手磨 众人又互相看了看 才有一名香柜 慢吞吞道 他们是地方一霸 打伤过不少人 吃过棺子 最后也赔了钱 但我们谁也拿他们莫办法 县府给我们调解过很多次了 最后 还是我们做了些让步 林将军冷笑 让步 我看吃闷亏的一定是那群豪猪 你们这些人可比猴儿精多了 这名大户张口欲变 被边上的人扯袖子打断了 跟大妖怪争什么 贺灵川又问 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这回香柜们不支声了 白石县令咳了一下 还是水源 第456章 互香告发 他解释道 随着药材行销全国 芝田香用水量越来越大 就希望上游能开源放量 豪猪妖们却不肯 因为开源猪坝会破坏他们的领地 这不是可以协调和补偿的吗 贺灵川在敦域也干过协调工作 有一名香柜 忍不住冷笑 他们虽然是猪 却喜欢狮子大开口 看来是豪猪们想加钱 所以没谈拢 贺灵川戳了一口美酒 所以说 豪猪整窝背端 对谁最是有利呢 众人一听 话风不对 纷纷澄清 大人 与我们无关的 我们就在这里收些药材往外卖 赚的都是跑腿钱 哪能有害人的心思和本事 贺灵川笑了 通常来说 谁的利最后 谁就有嫌疑 就有大户愤慨道 大人话 不能这样说 我们兢兢业业 知田香才得繁荣 怎摩 反而成了嫌疑最大 若没我们 那些药农店户 那些 他本想说 妖怪 但累下被同伴顶了一下 顿时改口 他们哪有现今的好日子可过 是啊是啊 知田香的风足远上他乡 我们都尽了力的 白石县令赶紧道 大人 您不是说这可能是妖怪作祟 并且受害者遍布赤烟 那跟这些香嫌能有什么关联呢 贺灵川目光从众人脸上扫过 你们谁和豪猪妖正面打过交道 众人噤声 交易看向白石县令 你总该知道吧 白石县令指得硬着头皮 给贺灵川一一指出 这里三名大户都跟豪猪妖打过交道 甚至是有过节 分别姓王 姓李和姓图 三人纷纷自变 称绝无害人之心 林将军烦躁地刨了刨蹄子 贺灵川打量他们半天 只看三人心里发麻 才挨了一声 我也就是这魔力行疑问 大家都别往心里去 李大户小心翼翼问道 这要是真抓到凶手了 会判什么罪名 谋害林虚信使 最少也是杀头的罪 林将军在边上补充 朱三足 他一开口就是杀气腾腾 众人都掖住 不知怎么接话 这顿饭很快就结束了 回到客栈 贺灵川洗尽手脸 剩下七月 夜里也不现得凉快 连明禅都不停叫唤到现在 林将军自带护卫 在隔壁开了个房 院里有一口大水缸 清水满盐 猛虎干脆跳进水里消暑 一边问贺林川 你真觉得 案子和这几个大户有关 白石县令说的有道理 凶手在全国作案 与本地的大户合肝 这些大户都是普通人类 连一个修行者都没有 我们拿到福山记的资料 基本每个案件里 只有两三个受害者 一两个人 或者一两个妖怪 甚至那几个偷羊贼来偷我的炎羊 也指定了这魔一个目标 贺林川道 这是聪明的做法 不容易引人注目 但是钻封授案 打破常规 一下子有二十多个受害者 如果明天我们能认定 豪猪一族 也是我们的凶手干掉的 那魔一年前 他的胃口更大 直接杀掉了一百多个受害者 贺林川缓缓道 这两次异常 案发递警相差三四十里 或许只是意外 但如果我莫猜错 凶手大开杀戒的原因是什么 焦玉也不知该怎样回答 杀一两个人 两三只妖怪 还可能推说为了果腹 一次上百呢 这目的看起来可不单纯 本来也不单纯 贺林川认真道 别忘了 林虚成特派的信差 都死在他们手里 通常没人敢对信差下手吧 焦玉动容 照你这样说 汁田香藏有外族奸细 那得找到凶手才能判断 贺林川忽然说了句不相干的话 我原以为 贝家真是妖怪们的理想国 现在看来 未必如是 焦玉没有接话 今晚不下雨 贺林川又没有睡意 索性拔出腾龙枪 练了半个时辰的枪法 他从盘龙梦境对出枪法后 就勤加练习 时常超过了刀法 这枪法仅有十六句口诀 比刀法更加简练 枪位百兵之王 习练难度比刀法大得多 好在5G讲究一路通 百路通 他本身的境界提上来了 练枪也差不到哪里去 何况 他见过红将军 肖茂良和红成略出手 兜荡得上是雷霆一击 他心中时常揣摩 也有所得 转眼半个时辰过去 他练得顺手 魂不绝类 又有九亿威勇 忍不住长啸一声 枪尖微白 侧撞在树干上 这颗紫薇顿时落音兵分 赫灵川扩开神念 枪出如针 将花瓣都扎在枪尖 这把枪中三十九斤 长七尺 他又是单手抓枪 枪尾微动则 枪尖乱颤 很不好把握 要把又细 又软不受力的花瓣扎透 实在为难 树上的乌鸦 只见枪影森森 杀气腾腾 吓得浑身羽毛都炸了 赶紧一拍翅膀 飞去外头 这大晚上的 让不让鸟安歇了 赫灵川要练的是杀人计 场面却很柔美 这一场花雨落完 地面只有寥寥几半 其余的 都挂在枪尖上了 焦玉本来趴在台阶上打短 这时也被杀气惊醒 见他最后 收枪如暗虎 边上传来一声贺彩 好 原来是林将军 不知何时 趴在院墙上看热闹 他半直立起来 有一丈多高 如顶高过墙顶 他也是久经沙场的 虽说这少年的枪法 还不能跟赤烟的老国军 相提并论 但出如狂舌土性 收弱狡兔归巢 像这样一勇之蓄力 已经强过一般武将 这小子 果真有几分本事 在身上 贺凌川长舒一口气 抹去额头危汗 这一事 梅花扎 终于小成 就在此时 院门上 传来两下播竹之声 贺凌川已经听到外头 有脚步声来了又去 他开门一看 地上只留一封书信 这是一封检举信 检举图大户与 豪猪妖的过节 原来这两边 早就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 图大户的孙子 甚至被豪猪刺射 伤小腿 溃烂入骨 险些被截肢 前后医治了三个多月 才逐渐康复 半个时辰以后 屋外又有动静 有人捏手捏脚靠近 但他的脚步声 怎瞒得过贺凌川 这人俯身 正要把字条 塞到门缝底下 不料院门 支呀 一声开了 贺凌川就站在门口 冲他笑 来都来了 不妨当面说说 你家主人是谁 想告发谁 啊 这人被抓了个现行 脸色发绿 贺凌川抓过他手上的字条 当场开院 而后道 哦 原来想检举李家 你主人姓王 还是姓图 这人不敢吱声 字条上莫署名 希望你家主人不姓图 贺凌川取出一封信 在他面前晃了晃 有人早就来告发他了脸 啊 十五里外的枝田香双路阵 一所大宅之中 一头叶消铺棱棱 落在主屋边的大树上 乌咕咕叫了几声 窗门打开 任叶消飞入 屋中人重新关好窗子 这屋里就只剩一人一鸟 他随手布下 结界防人窃听 才对叶消道 国都有什么口训 林须成信差失踪案 国军转给了福山岳去做 这人呕了一声 福山记都查不出来 福山岳这满汉 他站起来夺了两步诱导 不过福山岳此时 要驳国军欢心 应该会花大力气 嗯 他麾下 还是有几个能人的 他派谁查办这事 尚不清楚 这人脚步一顿 不清楚 他手下的官员 都有别的差事 叶消道 只有百山中廊将交易前几天 就离开国都 去向不明 交达的儿子 这人祈祷 福山岳会单独派他经办此事 这问题 叶消无法回答 他在这里吃肉喝水 然后闭起一只眼睛 睡觉了 到了后半夜 又有个管事模样的人上门 我家老爷让我连夜过来禀报 管事是从后门进来的 太子派遣特使来到有田镇 查林须成信差案 哦 这人急问 派了谁 特使名座贺霄 手持太子信令 另有一头猛虎 名位交易 好像是百里什么 百山中廊将 对对 管事连连点头 还有一头苍蝇 听说也是宫内侍卫 贺霄 这人想了半天 没听过 县里请他吃饭 他倒好 怀疑乡邪们 害死了玉伦山的那窝壕猪 这人立刻坐直 有证据 没有 他都没去看过 只是信口开河 未必是信口开河 说不定要炸你们一番 这人问 还有什么 他明天要去看豪猪 信贺用过的物件呢 管事从怀里取出个部包打开 里面是个酒杯 他们在西红楼用饭 贺霄就用这个酒杯 行了 回去告诉你们老爷 把心放回肚子里 这人接过酒杯 查不到他头上 是 管事走后 这人坐在屋里沉思半上 忽然起身走去院子 树影婆娑 院子里有个月光 都照不透的角落 这人像是捏碎什么东西 又打了一瓢清水 交到这个角落 很快的 角落的阴影里 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只拍一个新目标 贺霄 这人压低声音 把杯子在地面 如今他就在有田镇 明天会去玉伦山的豪猪窝 你们知道该怎么办 第457章 赤令 说吧他就回屋了 摆在地面的杯子 搜得一下不现了 好像被什么东西 拖进地下 院子的角落 又恢复如初 贺霖川眨了眨眼 望着屋顶上的破洞 好半场才反应过来 自己正在浑香 现实和梦境浑香的星空 都是一样璀璨 他坐起来 伸了个懒腰 断刀小队 和其他盘龙军一样 已经离开西纪国都城 抵达了元西纪国 最东边的城池 离边境 只有一步之遥 这里常住人口 超过九万 是西纪的第四大城 也能勉强承载盘龙军的驻军需求 当然 西纪已经灭亡了 按照中圣光的要求 洪将军将这里改名魏玉恒城 玉恒星是北斗星中最亮的一颗 每到夜晚 都为盘龙城的将士照亮回家的路 军队在这里盘整了两天 随时带命准备东进 他刚伸个懒腰 外头就传来柳条的呼唤 喂 都出来吃饺子了 你们这些懒鬼 赫灵川一个翻身 跳起来就往外走 原本靠在墙角打呼的门板 跑得比他还快 外头的空地上支起一口大锅 白白胖胖的饺子 在沸水里上下翻滚 有几个帐破了 给汤水果上一层量汪汪的油 看着锅子就知道 柳条做饭的本事 大概跟赫灵川有一拼 门板坐下来捞了几个饺子吃 一边被烫得 嘶嘶叫 一边夸柳条做得好 自家媳妇还得自家夸 柳条脸皮在后 也有点红了 我包得破了好几个 这些好的都是刘老爹包的 穿肠破肚的全是他包的 刘老爹就在边上 五十多岁 又黑又瘦 身形有点勾楼 脑门上绑着头巾 很符合赫灵川对于 劳动人民勤劳朴素的印象 他又端了两屁生饺子过来 放在锅边 笑得眼睛都眯成缝 多吃点 有的是 刘老爹辛苦 赫灵川刚坐下来 刘老爹就给他捞了一碗饺子 但是捞给柳条的 则是满得快要一出来 断刀小队坐下来 大块朵仪 按理说 军队的伙食非常简单 只有亮大管宝的 萝卜疙瘩汤 死面馒头 一点肉干和咸菜 然而 附近闻讯赶来的西罗富楼 千株赶羊 提饼送饭 一个劲儿给盘龙君送东西 所以 盘龙君就得到了好几顿家餐 今晚的死面馒头 也换成了饺子 甚至有猪肉大葱 和胡萝卜鸡蛋两重口味 柳条和阿洛下午 就过去帮忙煲饺子了 成品端出来 每个都有半长大 肥胖扎实 咬一口 满嘴流油 八十二十多里 过来送肉送菜的刘老爹 是荣山人 见到柳条 就喜欢得不得了 非要认他当前闺女 后来大伙 才知道他早年 从盘龙荒原过来西记 老伴和独生女 都死在几年前的荣山暴乱里 他的好意 默认忍心拒绝 这两天的玉衡城 充满了欢声笑语 虽然大家都在前线 东边就是另一个小国金桃 不过这个国家 被盘龙军西王西记的举动吓坏了 现在重兵屯于边界上 与盘龙军对峙 贺灵川若是现在爬到树上 甚至能看剑界线队面地火光 那就是金桃的军队 据说金桃举国上下 都以金洞员起来 准备不惜一切代价 保家卫国 两边这模四目相对 保不准都能擦出火花 贺灵川明白 盘龙军之所以攻西记 如入无人之境 无非占了一个快 字 在对方没反应过来之前 就已经穿越西记山区 杀入无险磕首的平原 在贺灵川看来 现在的金桃既有戒心 又有准备 又是多山地区 盘龙军想象之前那样速胜哨伤 颇有难度 可以说 盘龙军东返的步伐 从现在才会遇上真正的阻力 这一点 中圣光等高层应该最清楚不过 就看他们怎样筹谋了 贺灵川半坐起来 附近还有火光 还有人声 因为之前的大圣 整支军队的情绪高亢 他就听到其中一名士兵道 去年我裴叔叔经过龙侯关 那里有个小头目一看 我们是盘龙城的 就要我们把车上六百多件货物 全搬下来 扎为尽 当时起了点冲突 他还冲我们吐唾沫 嘿嘿 怎就那魔巧呢 左个儿 我在街上碰到他了 你怎么收拾他的 我尾随他回家 然后说左林又设举报 他家私藏兵器 这人笑道 他吓得差点跪了 我让他把家事一件一件 给我搬出来检查 嘿 别说 还真查出两把长刀 然后他全家都给我跪了 四下里一片笑声 贺灵川知道 那是盘龙军的其他小队 盘龙军驻扎在玉衡西城 这里多高门院地 都是富豪居住 后辈盘龙军临时征用作营地 以免打扰城中平民百姓的生活 红将军还特地发布公告 只要是梁明 在玉衡城的生活 就能得到保护 当然 前台词是 梁明 这两个字的最终解释权 归盘龙军所有 过去振磨多天 七个主城在盘龙军的注视下 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运转 街上的店铺开门做生意 方式的人流量也渐渐增多 城市开始走回正轨 彭扶持续了大半个月的夺国之战末发生过 事实上 由于盘龙军攻城速度过快 富于顽抗的也只有王公而已 连都城的基础设施和生态 只受到很小破坏 修复起来也相对容易 盘龙军在玉衡城修整完毕 补充集养之后 就要启程继续东返 红将军已经派出几路斥后 去侦测惊涛的军情 这也是晋级天 军队上上下下都在热议的焦点 一场代价微小的大胜仗 让每个人对于去往故国的归程 充满了期待感 战争绝不简单 但是贺灵川明白 真相远比这还要复杂 吃完饺子喝完汤 贺灵川又爬回屋顶 开始吹熏 路过乌凉的老鼠 听得一个烈简 作为初学者 他还是缺音少律 无名翻了个白眼 对门板道 又来了 头这几个晚上都不放过我们 门板也低声道 他还是吹笛好一点 熏吹不好就像鬼叫 在这个成天死人的战场上 还挺应景的 打完仗 杀完人 上完药 贺灵川闲注末世 就回开始练习乐器 美其名曰 军旅生活需要音乐调剂 没办法 这趟回去以后 孙夫子要考试的吗 其他小队也想抗议 走到镜前 发现是断刀在鬼叫 不是 在吹熏 脚跟一转 又回去了 战斗英雄总是享有特权的 好在今晚断刀 也莫能荼毒他们太久 因为前方忽然响起 一连串军哨声 集合 集合 重大军情宣读 重大军情 众人扔下手里的家伙神 迅速赶去城西广场集结 这里原本建筑很多 但在破城巷战中被毁掉大半 盘龙军干脆拆人将他们移位平地 推出一个能容数千人的广场 很快 数千人都已经到位 火把熏天 人人站得笔直 全场却鸦雀无声 红将军一身戎装 带着一人走了出来 这人的服色 与盘龙城 原稀记都不同 火光硬衬下 他的神色很是不安 这位是都城派出来的使者 先到我们这里 然后还要再传讯去盘龙城 红将军提声介绍机具 就对使者道 来 请将国军的御旨大声念出 啊 使者听了他后半句话 一脸愕然 将军 此令只发于你和中指挥室 哦 红将军向他伸手 那就给我吧 使者大不满 应贵受之 红将军一伸手夺过御旨 快得使者都会反应过来 他就展开来高声宣读 原来国军命使者 日夜兼程赶来传达的 乃是一旨斥令 赤中圣光 私自举兵 败坏邦交 举到西纪国妃 魏扬系罗国威 而是侵饶有灵 数四面强敌 不能体军父之心 更陷母国于战乱纷争 又言 西罗爵未向盘龙城下 发签安令 因此 卓盘龙军立刻吸反 震我将土 不得见他有邦 最后一句了 红将军两手一摊 念完了 台下一阵骚动 人人瞪圆了眼 连军纪最严明的大风军 都忍不住面面相去 仅有此事 他们积极归国 国军居然下令斥责 他们出兵神速 所过披靡 母国不以为荣 反以为耻 国军竟要他们回去 回到四面还敌 孤立无援的环境中去 柳条笛声道 不会吧 真的吗 门板声音沉闷 狗X的 不让我们回去 像这样的牢骚 在军中迅速蔓延 都顾不得 这是什么场合了 前方的西罗使者 受不住他们 投过来的愤怒目光 一个劲儿 伸手擦汗 这与理智不合 将军 你见月了 百文不如一件 这红将军的气焰 比传闻中还要嚣张 竟将国军预令 直接送念给大头兵们听 这可是军机重武 国之大事 国军特命他传遇时 要求终胜光并退左右 不能有第三人在场 这倒好 这倒好 几千双耳朵都听见了 这些大头兵 全是一根筋 懂什么国籍掏掠 他回去 一定要如实禀报 红将军不理他 只问台下的军人 你们都听清了魔 第458章 第一次努力 众口一词 听清了 声怒如雷 直逼云霄 不知惊起多少夜露 使者咽了一下口水 就见红将军将玉纸扔海给他 来人 带使者下去好生休息 他明天还要带着御令赶赴盘龙城 两名士兵上前 将使者领走了 红将军手扶腰刀 与盘龙军相事而立 他今日戴出来的是鬼手面具 在跳动火光的照亮下 格外争鸣 一阵夜风吹过 他不动 数千人也凝力不动 过了好一会儿 红将军才沉生下恋 等中指挥使下最后决断 现在解散 都回去休息 众人仍然不动 红将军转身 大步离去 直到他的背影 消失在黑暗里 承袭广场 才轰的一声 险些被怒骂声炸翻 盘龙军的怒火 几乎比众人手上擒柱的火把 还要高涨 到处都是吐沫声 怒骂声 贺凌川听到边上有人已经问候到国君第十九代祖宗了 真是毫无敬意 门板末带盾排过来 只能往地上狠狠踩了两脚 马乐个 都城那帮子耸包 生儿子末屁眼的孬肿 胡鸣往他踩出来的坑里土唾沫 不如我们一路杀回西洛 把都城打下来算了 省得在这里受加扳气 阿洛嘘了他一声 别胡说 柳条问贺凌川 断刀 我们一路打回去 有甚不好 又不需要母国出一兵一族援护 国君为何 为何 说不下去了 他气得做了个深呼吸 给自己顺顺气 为何怕我们回去 贺凌川淡淡道 我们太强大 而母国太孱弱 众人相视一眼 回想方才红将军宣读的御令 听起来居高临下 此早危言 然而满篇都是盖不住的气急败坏 防西北之边鸣 甚于防敌而已 正是 边上有其他队伍的士兵听见了 大声附和 防西北之边鸣 甚于防敌 母国防的是我们 我们 孤首飞的十余年 却被母国这样忌惮 猜疑和排挤 任谁的心都凉了 是啊 母国您可向贝加国借兵 也不让我们回去 这样的母国 不如不要 周围一片喧哗 也不知过了多久 贺凌川终于听到了 最关键的那句话 这样的母国 不如不回 很快就有人回应 是啊 回去也是受人排挤 被人白眼 还不如留在赤帕高原了 你搞清楚 回去会被排挤的是 各位大人们 与我们何干 我们就是兵 哪里能不要我们 回去当炮灰吗 又有人不客气反驳道 上次被母国调走的四万精锐 在这里 个个都是好汉 回去后 被打乱编去各地 结果死的死 跑的跑 你看现在还剩多少 说什么精兵汉将 你我回去了 通通都是这个下场 国君会像中大人 那样爱兵如子吗 会像红将军那样 运兵如神吗 你看他们国内平乱 越平越乱 是啊 兵耸耸一个 将耸耸一窝 我们就这样回去 顶多是乱世里的草莽 哪有在赤帕高原上富足 赫灵川听着耳边 这一通嘈杂 轻轻呼出一口气 所以 西罗国君的反应 果然都在盘龙城的预料当中吧 盘龙城的形势 每件都踩在西罗国君的 去 点上 国君还未下发迁安令 盘龙城就抢跑了 这是迫不及待 盘龙君根本不走把林国给出的京西走廊 反而另辟西境 要从西纪国一路打回去 这是目无尊上 随心所欲 仅用积天就灭一国 西罗可远远办不到 这是骄兵汉将 以上特质叠加在一起 哪个君王不忌惮 中圣光若带着这样的军队回归西罗 举国上下 谁能是他的对手 这样的军队 打下西罗都城 是不是轻轻松松 是以国君先前 就算有所犹豫 在听闻中 圣光传回去的西纪大劫以后 也终于下定了决心 绝不能让他们回来 迁安令 不发了 原本就有庭臣反对迁安 认为盘龙荒原是西罗国土 祖宗基业 不能随意割让出去 纳摩就以大义为名 命令盘龙军束手边区 永镇疆土 赫灵川甚至怀疑 红将军上传结报的时间 如果等到攻下西纪王宫 再飞训母国 消息一来一回至少要十多天时间 纳摩 西罗都城的使者 不可能这么快 就赶到玉衡城 也就是说 红将军先将结报传给西罗 然后才率大军不紧不慢 围攻西纪王宫 红将军 或者说天神弥天 是真莫将西纪和西罗两国放在眼里啊 今晚的玉衡城西 盘龙军注定要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赫灵川望向红将军先前消失的方位 这应该就是中圣光和红将军的计策 他们很清楚 名义不可为 不可夺 但可以力道 因此 将军民的劫难和怒火 都拨向了西罗国 这就叫做 以进未退 其实 西罗国才是罪魁祸首 这个锅也没有被错 若非他缠若幽默 盘龙军民本 可以不用遭受这魔多苦难 而中圣光等人也不知道 选择留守盘龙荒原 日后会让他们付出怎样的代价 如果这时候 坚持回国 是不是可以免去十余年后的壮恋 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活下去 因为国军斥令 盘龙军暂缓东返脚步 继续驻扎玉衡城 与金陶军队互相对峙 西罗使者快马加鞭 去盘龙城 找中圣光了 显然红将军和手下 这支军队必须等候盘龙城的最终决定 天蒙蒙亮时 赫灵川提筒去打水 却在河边陷到几个身影 一个在河边 另几个离得很远 紧看背影 他就能确认河边那位是红将军 他的气场实在太降了 谁 红将军后方的轻微有感 灵力的目光瞥了过来 红将军的声音非常平和 无妨 打你的水 他头也不回 就知道 他要做什么 赫灵川走上前去 在河里瓢洗一下水桶 一边道 将军怎么不休息 红将军朝东而立 望着河上漂浮的白雾 我不需要 是了 赫灵川这才想起来 他精迷天神力改造 而成就半神之躯 不需要像普通生灵那样 吃喝睡来维持体能 他身边身后都有人 给赫灵川的感觉 确实一世独立 隔绝了整个世界 将军 红将军没吭声 只是面具威测 即便国军反对 大军还是可以一路打回去的吧 打回去的话 你知道我们要面对什么 赫灵川摇头 我只知道 我们不用面对什么 哦 回国以后 至少我们不必再面对 拔凌和先游的联手进攻 不再是孤立无援 红将军点了点头 然后呢 然后 即便可以回国 你以为盘龙军和这几百万平民 可以从此过上安定富足 远离战乱的日子 红将军淡淡道 那不可能 天底下 没有这样的净土 但他们可以免于负面 盘龙荒原的故事 也不会以最悲壮的结局来落幕 当然这话和凌川说不出口 只能斩钉截铁道 值得一试 至少在西罗国 还有两样东西 值得我们全力争取 是什么 未来和希望 以及摆脱宿命的机会 红将军微微抬手 像是受了触动 你认为 未来和希望会在西罗国内 他声音淡漠 在戏厅才能辨认出 里面暗藏的讥讽 难道在四面受敌的盘龙荒原吗 贺凌川不客气道 即便钟大人回去夺取江山 打下的根基也比在荒原强霸 红将军笑了 敢大放绝论 贺凌川 你胆子不小 换在国内 敢放这重言论 不杀头 也要掉半条命 我所说的 不过是盘龙军所想 贺凌川深吸一口气 郑重请求 将军 请带我们回国吧 红将军未回话 又转头看向东方 过河在走树里 就是金陶国重兵把守的边界 贺凌川觉得 他心底是不是也在天人交战 打好水就回去吧 于是 贺凌川向他行了一里 打满一桶清澈的河水 头也不会走了 无论如何 他试过了 可他就算加入了大风军 现在 也是人微言轻 红将军听不尽他的意见 这一次扭转盘龙城 最终命运的良机 可能就这样错过了 贺凌川无奈叹息 随后又想起 自己在千兴城废墟 听到的冤王与侄儿 少监的对话 冤王坚信 他要侄儿送去 给中盛光的三件东西 比他自己 比整个冤国都重要 中盛光呢 他会不会也这魔想 回去以后 贺凌川又躺回破屋 透过屋顶的大洞 仰望星空 他在这个魂箱 沉浸越深 在乎的东西越多 就越不希望 他走向命中注定的终结 可这段历史异常顽固 他想改变结局 似乎都很艰难 天亮以后 一切如常 胡明就对众人道 我们来开个盘口 谁猜东径 谁猜西反 你这毒瘾 是被瘦子传染了 柳条哼了一声 一两银子 我赌红将军 会计徐东径 都打到这儿了 哪有败信而返的道理 胡明向贺凌川一挠嘴 队长 你呢 我压西反 第459章 玉伦山 众人都是一正 队友对他的判断 已经相当信任 门板齐道 为何 胡明赶紧到 慢着慢着 先下注 再听解释 他跟着贺凌川 压了一两银子 阿洛想了想 也压在 西反 这一边 门板摸出银子 看看这边 看看那边 迟一道 那我 我就压 他也想压西反 但一个 西 自才刚作起了口型 就见柳条细眉倒数 眼睛也眯了起来 他立刻改口 我压东进 老鱼呢 玉兽师老鱼 也在他们队里 老鱼挠了挠头 我不赌钱 众人都 欠 温医生 墨剑 胡明把银子归好 贺凌川这才咳了一声 东边的金桃 也有准备 我听说他的军援素质 比西纪要强上不少 又多山地 占据地利人和之变 这仗怕是不太好打 柳条摇头 再难打的仗 我们也打过来了 再来 就是师出无名 贺凌川剖析道 红将军带我们视如破镯 起因不就是 国都一似召唤 我们回国 现在国军 已经明确说了 不准回去 纳摩 我们继续东进 就是违抗军命 士气也不能像之前那样高涨 师出无名 非为不胜 乃自威之道也 他叹了口气 这就是 我要说的第三 西纪从前对我们上蹿下跳 都是受了拔林国指使 现在西纪被我们打灭 难保拔林没有动作 如果我们这投工惊涛不下 盘龙城又受到拔林侵扰 那就是双线受敌 非常危险 队员听到这里 都觉得很不甘心 贺凌川还有一点默说 中圣光若是带领上百万人回国 镇摩庞大的人口 势必对现在的西罗造成巨大冲击 这魔多人总得有地方落脚 总得吃饭 睡觉做买卖吧 另一个国中之国都够了 因此 中圣光一回国 至少也要化地撑翻 他在国内又没有领地 只能从别人手上抢了 那就是新一轮动荡的开始 西罗国现在还不够乱吗 还敢让中圣光 再回去添堵吗 他若回到西罗 不是雪中送炭 而是雪上加霜 国军肯让 他们回国就怪了 次日清晨 玉伦山 此地距离有田镇的直线距离仅十二里 但中间隔着山路十八弯 真正走起来 要一个多时辰 白石县令 派了一个当地乡民过来引路 绰号照大嘴 过去二十年都在玉伦山打练 甚至是去年事件的发现人 玉伦山由十几座山峰组成 越往山里走 贺灵川就越觉灵气浓郁 不仅呼吸一场舒畅 甚至走路时都能引动身内的真力流转 在这里修行的效率比别处更高 现今之事 这已经能称得上洞天伏地了吧 难怪豪猪妖不肯挪窝 莫说这里的植物比别处茂密 植株比别处高大 就连个种齐花一草 在这里也比比皆是 贺灵川甚至看见悬崖上有个影子 一闪而过 像人 然而 那是成了行的人蹭娃娃 贺灵川边走边问招大嘴 豪猪整窝背端 现今站下这块地头的妖怪 又是哪些 赵大嘴笑道 这磨好的地 当然是归县里所有了 贺灵川大感意外 就冲攻了 这群豪猪祖上有功 才得玉伦山未封地 如今 他们全部背面 也没有子嗣留存 玉伦山 碎成无主之地 顺理成章 归作献产 赵大嘴道 献离把这块的封禁起来 作为野生草药的宝库 平时不许妖怪或者乡名 私入私采 种植的没有野生的好 谁都知道这个道理 林将军叹了口气 看来这群豪猪之 有祖上积攒的那点功劳 在乡里无关系 也无背景 难怪死了也默认管 众人默然 他话说得不好听 但里儿是这个里 因为有林将军在 钻丰兽的失踪 就是大案 地方上不给交代 就过不了关 枝田香这窝豪猪 死了百多头 县里却只是草草厌尸 风潮了事 关系 背景 后台 看来这几样东西 可不仅仅在人类国度通用 一路上 赫灵川也见到了 枝田香的水源地 那是两条玉带式的长河 先经过豪猪族的领地 然后才流去枝田香的沃土上 河水异常清澈 并且经过了拓宽 河面至少在五丈以上 甚至还有一个大湖 面积广阔 赫灵川指着堤坝问 赵大嘴 这是去年修起来的 啊对 今年春天才修好 赵大嘴如实已告 乡里一直想修两个湖来蓄水 这样冬天也不缺水用 但是豪猪们强烈反对 说占用他们领地太大 又伐木太多 这事儿僵持了好些年 现在算是解决了 这不叫解决问题 赫灵川道 这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霍珠 两个湖 那还有一个呢 在东边七八里外 还在挖呢 没头用 赵大嘴道 我经过两回 那里一直有人干活 据说明年才能挖好蓄水 很快 赵大嘴领着他走到豪猪窝 这里很久没有访客 地风中藏满了杂草 甚至还有三尺高的小树拔地而起 但不妨爱赫灵川看清这里的地貌 这里原有几条地风 或者说风潮般的山洞 还是立体的 上下好几层 好像是早期被流水或者冰川侵蚀出来的 住下一百多头豪猪绰绰有余 但现在风潮洞被上百块大石完全压塌 其中最大的一块巨岩有三丈多高 不管什么修为 被这东西从天降砸中 都没活路吧 赫灵川抬头 剑上方言壁如靴 这种山壁 冬天奈及雪 他记得 县里记载这件事故归因于雪崩 不是雪崩就是岩崩 有什么区别 赵大嘴不像他这模考据 反正被砸中都是个死 你当初为什么报说是雪崩 啊 赵大嘴挠头 好像去年冬天不少次雪崩 有两个阵都砸死人了 那情景跟着差不多 也是有雪有落石 感情这丝是猜的 他敢猜 县里也敢这模报 贺灵川啼笑皆非 他对焦遇到 进去看看 赵大嘴压了一声 还要下去吗 他的腿不想动 这事都过去多久了 入口都已经封了 贺灵川只亮出了半定碎银 赵大嘴 我来引路 他领着贺灵川等 从边上的巢洞进去 县里发现 豪猪整窝被砸死后 并没把他们都挖出来 只是把窝巢几处 入出口封掉 就算是安葬了他们 虽然偷工减料 但并没石膜问题 只有活人 才讲究入土未安 贺灵川取出大锤 光光几下把入口砸开 这就看出流水侵蚀城的地道 原本四通八达 最宽处能有两三人并排 最窄的地方连个西瓜都塞不进去 但地道已经被巨石砸得到处塌方 好些都成了断头路 赵大嘴领着他们匍匐进一处石窝子 指着前方道 就是这里 当初他们就堆在这里 小山一样的 在这地方 人根本站不直 贺灵川只能勾搂着腰前进 至于钻丰兽 他们又变成普通山羊大小了 和猛虎同样进退自如 这片石窝很宽敞 但堆上百具豪猪腰尸体 就显得局促 猛虎焦狱只看了一眼就道 汪麻子说的没错 他们堆叠起来的姿势 太诡异了 这些可是豪猪 就算彼此关系再紧密 也断无可能这样抱团 这不是亲密 这是互相伤害 贺灵川问赵大嘴 这里有很多人来过魔 没多少 赵大嘴捂住鼻子 努力回响 也就是我 县里的武作 还有几个挖凿弓 这种阿扎活计 莫及人愿意下来干 因此 现场还保存得相当完好 虽说巨石砸裂了地方 但这里还是太臭了 赵大嘴干呕几声 忍不住求饶 大人 我们何时可以上去 再等等 焦狱正在检查尸骨 贺灵川巡视石窝周边 这里到处都是散落的豪猪被刺 每一根都是黑白相间 尖锐如针 刺上有捣钩 有毒液 被砸中的人要捣大煤 甚至有鸡根豪刺 深入石壁 就连贺灵川 都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他们拔出来 可见 当初扎进去的力道之大 他问焦狱 豪猪妖怎么进攻 他们 焦狱想了想 急速后退 或者干脆射出毒刺 一次能射出多少根 几十只 焦狱道 而且是同时 牛掰 他还想过 要打造暴雨梨花针呢 结果人家豪猪天生自带 这些家伙 总不会在自己巢里射着玩吧 别说射坏花花草草 射中同伴也不好吗 焦狱走过来看了看 闻了闻 巢里出现了敌人 这些豪猪死掉的方式 和钻封兽一样 林将军也愤愤道 凶手杀掉豪猪后 把他们又扔回地巢 甚至没有费力去掩盖破绽 知田香那些家伙 不干人事 连这一点都看不明白 贺灵川若有所思 地下昏暗 幸好奇数荧光草 把这里照得先毫避险 贺灵川就指着 布满豪刺的这块岩壁道 这些红色不是血吧 岩壁上有块块红斑 但不像血迹 第四百六十章 你追我逃 焦狱摇头 而林将军凑过去嗅了嗅 还试了一口 好像是矿物 贺灵川看他一眼 这会是真不怕中毒啊 林将军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 回答道 岩土 金属和药草的毒性 对我们的效力都不大 好家伙 钻风兽这天赋厉害 贺灵川用刀尖去抠 抠下不少粉末 红色的 石粉 颜色如猪肝红 好像在哪里见过 他招招大嘴过来问 这是什么 招大嘴也是一脸茫然 这众潮洞里生些杂矿 不是再正常不过了 贺灵川遂从怀里 掏出一只小瓶 倒出一点泥巴 红粉的混合物 对焦裕道 嗅一嗅这种粉末 幸好焦裕不知道 这些东西来自哪里 凑过来 认真嗅了 点头 和你从石头上刮下来的 是同一种 从哪里弄来的 刚进赤烟国境 我和福山岳就杀了一个偷羊贼 他身上就沾有这种粉末 焦裕懂了 他来过这附近 很有可能 贺灵川从石上刮取更多粉末收集起来 回去先弄清楚 这是什么东西再说 他心怀舒畅 这魔多天过去 总算弄到一点可用的线索 就在这时 炎炎灰灰灰的叫声顺着地缝传下来 和这灵奇相处久了 贺灵川也能分辨他的情绪 这时就察觉出 他的叫声中充满了惊慌 不好 上面有情况 射魂镜自动给他翻译 快上来 底下有东西 就在你们后面 贺灵川顿绝后被寒毛都竖了起来 凶手居然知道他们在这 赵大嘴当然听不见射魂镜所言 却也一惊 我 我们快回去 说着转身要走 焦玉和灵江军政准备跟上 贺灵川摇头 何必舍尽求远 天光都可以从上方照下来 他们跟地面也就隔着一道地缝的距离 只不过 这条地缝很窄 又被巨石压塌了大半 贺灵川为今天的行程准备一把大锤 这时就从楚物界取出 势柱砸了两下 上头稀里哗啦 落下来一堆石头 差点把他扑得灰头土脸 赵大嘴忍不住道 大人 从这里出不去的 不是他幸灾乐祸 这位大人真莫常识 上方是高处坍塌下来的大小岩石 他们在底下袍挖 很容易就被砸死 这些养尊处优的人上人 还不如一个挖凿工有眼力见 不过这上方的空间 好歹是变大了些 贺灵川在他说话同时 朝着岩堆扔出一个巴掌大的玩偶 砰 一声轻响 玩偶变成了一丈高的巨人 金甲同仁登场 当然了 他在这里只能勾搂着腰 姿势和贺灵川出入潮洞时完全一样 在主人命令下 他开启了不要命的挖掘模式 不管上方石块速速而落 若只是外表受些轻伤 他很快就能自愈 中途 贺灵川还操控他躲过了两次巨石起连 拼里胖朗一顿乱想 落下来的石头和灰土几乎把它染成灰白色 但照进潮洞的天光一下子就亮了 挖通了 上去 贺灵川起跳 足间在金甲同仁肩上一点 就穿出大洞 直上地面 猛虎和钻峰兽一样画葫芦 照大嘴傻了眼 只得小心翼翼往上爬 贺灵川落地后也不停留 飞快往炎阳奔去 却见这头灵兽找准一条地缝 蹄子飞快扒了 庞腐想刨出一个洞来 但缝太小 他下不去 急得咩咩叫 什么情况 射魂镜翻译 底下有东西 很可能是星期的源头 是了 上次炎阳遇袭 很可能也嗅到了凶手的气味 贺灵川凑近地缝一瞥 发现里面果然有东西如如而动 甚至有一点暗棕色的反光 好吗 他居然在这里 贺灵川抽出大锤 立一罐双臂 光光光 就是三下狠杂 面对疾风暴雨般的强攻 严苛阴身而破 他先往下扔进一束荧光草 探查环境 然后才跳进去 有东西滑进了另一个巢洞 贺灵川一个箭步冲过去 然而那雾已经向下沉入实地 只留下一点尾巴尖还在外头 林将军从他身边冲过 快得像一阵风 他也看见这截尾巴尖 毫不犹豫地低头 一顶 一条 钻风兽甩头的力量极大 便是一头巨膝也能轻松挑起来甩出去 地底这物的却被他挑出来长长一截 可整体并没有露面 啪大 肠尾落地 自行扭个不停 但并莫连着身子 他居然有壁虎断尾求生的本事 贺灵川下意识看了林将军一眼 这老杨方才冲过来的速度 快得离谱 就像一杆镖枪被甩向目标 又彭扶是顺闪 再配合那对尖角 真是战场偷袭大杀气 其实 这便是钻风兽的天赋了 称作 冲撞 一旦锁定巴掌内的目标 几乎可以顺息而至 当然前提是 路程中没有障碍物 如果是首次交手 贺灵川自存 不一定躲得过去 妖怪不像人类 不需要太繁复的技巧 只要把天赋练得炉火纯青就行 林将军哪 冲撞 天赋已经练至第三层 即可以连续三次冲撞 每次速度 力量都比前一次递进 到了第三状 就真是肉眼难辨 猛虎焦育感到时 贺灵川和林将军 都在观察那节长长的尾巴 踪喀色 无毛 全是肉 还在地上扭来扭去 焦育身爪子扒拉一下 又飞快缩了回来 有年夜 这是我刚从 内东西身上切下来的 贺灵川道 应该是尾巴尖 尾巴尖上 还有两个洞 是被林将军的脚扎出来的 怎么没有血 有 只是混在年夜里了 贺灵川若有所思 就像你把蚯蚓砍成鸡断 这东西是蚯蚓 贺灵川摇头 我从地缝看到反光了 表面应该是硬而光滑 焦育回看来路 地上一路都有年夜 他一路走 一路流 走路有年夜 表皮坚硬 无毛软体 焦育想了想 没费什么力气 就得到了结论 莫不是一个蜗牛成了腰 挺像的 贺灵川把战利品收起来 但他和死掉的偷羊贼 又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 谁也没有答案 贺灵川顺着地面的年夜痕迹 往回追溯 发现怪物的行进方向 是朝着豪猪腰的地窝 也就是 他们鸡人先前所在的方位 这东西是冲着我们来的 他冷冷抱 想伏击我们 结果被炎阳叫破 对方一看 机会已失 溜了 焦育犹豫一下 有莫可能只是凑巧相遇 从汪麻子的描述来看 这东西的进攻方式 是雨夜伏击 静后猎物上门 我的坐骑御席的那个晚上 也下了一场大雨 贺灵川沉吟 今天却是个大晴天 这弟弟又相当干爽 不符合他的一贯套路 因此 他既可能是专程来找我们的 林将军冷笑 让他来 我教他有来无回 焦育认真道 不可 他敢来这里 必有平适 一人一虎纵回地面 炎阳迎了上来 低头青 轻顶了顶贺灵川 多谢你了 贺灵川 俯着他弯曲的大脚 真心实意道谢 这怪物 恐怕已经在地底埋伏完毕 就等我们原路返回 结果被你撞破 虽说焦育有原力在身 但贺灵川可没托大道 以为己方一定不会中招 这怪物到处作案 屡屡得手 必有过人之处 别的不提 这上百头豪猪妖 是那魔好对付的 换作贺灵川 自己面对一百头发怒的豪猪妖 如果不用剂俩 又没有人数优势 他也只有抱头鼠窜的范 自己追捕凶手 结果凶手反而在必经之路设下埋伏 用最擅长的方式 等着他们自投罗网 这事想想就很惊悚 好险 他们差点中了对方算计 这风险 真是来得全无欲照 颜阳蹭了蹭他的手 意思是不用客气 钻风兽们本来看不上他 认为颜阳太弱 只能给人类当作奇 但此时也上来跟他顶了顶头 以示感谢 此时赵大嘴终于爬上来了 气喘吁吁赶过来道 发生什么了 凶手打算伏击我们 啊 贺灵川不理他 自去收回金甲同仁 带路吧 我们回友田镇 返程顺利 没有任何波折 路上 贺灵川和焦玉 林将军就交换了意见 对方居然出现在豪猪窝 药模 那里是他栖息地 药模就是专程过来 伏击太子特使的 考虑到豪猪窝比较干燥 而那种生物 应该更喜欢 阴朝师傅的棲居环境 一人一虎一阳 都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那模下一个问题来了 对方怎知 他们今天会去豪猪窝 如果不是一路跟踪他们 就是有人将太子特使的行踪泄露出去 知道贺灵川今天行程安排的 也无非就是昨夜宴席上那几个人罢了 挨个去查 总会有收获的 调查终于有进展了 郊玉都有些跃跃欲试 鞭子般的虎尾 把车厢打得啪啪作响 案件调查 其实是个沉闷活 线索不是对不上 就是原地中断 尤其查找一头飞禽的失踪原因 简直就像大海捞针 几个人 因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